我刚刚再补充一个 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发布到网络 也就是今天特别有强调的是 建议用这个CSV 当然底下什么CST 这个我没用过 它差别应该只是说 把豆点换成TAP 定位点 好像没有不一样 另外一个PDF PDF我是没有用到 因为PDF 主要是应该是给人家看 但问题是将来要编辑就是个问题 它没办法做任何编辑 但是如果你改成用网页 它前端这边也许还可以再编辑 所以另外它旁边有个内签 不过这个也许不是那么重 这个可能就是放在网页上面 再来的话 当然我们刚刚有用CSV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将来你要去接它的话 在Excel里面 如果是网页接的方法 特别注意就是什么 我是用 我就把它先删掉一下 我要接它的话是用从Web 但如果CSV 假设这个 这个是CSV 如果CSV的话是从文字档 最大的差别是这两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进去大概都差不多 录制的方法这个是从Web 然后我们就把它接下来之后 其他动作都差不多 那就把资料从网路上抓下 我刚刚已经两个都写完了 然后程式前面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用录制的 所以录下来 主要是Wiz到Wiz这一段 OK 然后CSV只有一个清除 然后Wiz 后面其实它本来是UR 它变成TES 然后后面一样是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网址 当然未来 它这个后面除了可以给一个网址外 也可以给你 电脑里面的 某一个路径 也可以开 某一个路径 就是如果你已经下载到电脑里面的某个位置 你也可以C冒号斜线 AAA斜线 AAA斜线 AAA.CSV 也一样可以 它一样可以开得起来 OK 其他这个都没有改 OK 其实可能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它应该是 关键的地方应该是这个array A1 好像就是都要的意思 1跟9 好像9好像是隐藏不要 OK 这个也许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那个资料 这个跟资料剖析那个部分有点像 最后的话我们就是 这个第一个是用网页的 所以网页比较麻烦 最后还要再删掉第一栏 第一列删掉A栏 然后自动调栏框就有RUFH 另外它的效率真的比较差 我刚刚有真的实际上 就是做一下那个比对 资料更新这边做一个按钮 你会发现大概我刚刚算了 大概速度差不多要17秒钟 还没下来 我大概算了 其实应该可以加个计时器 只是我觉得程式加 是没什么困难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必要 反正大概知道就可以 大概十来秒 我刚刚算了17秒 如果用CSV的话 更新有没有按下去 1 2 3 3秒钟 所以两者比较之下 CSV就大大的胜出了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你们要把资料跟别人共用的话 应该就知道方案了 所以我们最后其实把你们要使用的过程 1上传2的话记得你刚才发布 如果你就要最后最好的方案的话 记得就是这个记得用CSV就好了 然后得到这个再给这边去抓取 抓取的部分的话 其实录制也不用了 其实将来你甚至可以拿我云端上面这一段程式码 直接贴上 只要改一个地方 改这个HTTP后面这一串就可以了 因为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还有一点 可能要注意 我刚刚这边按下这个按钮 如果你加这个按钮 因为它有删除 我印象中它好像会变形 还是怎么样 所以记得这个控制 像这个可能要摘要资讯 这边要大小位置 不随那个储存的改变 不过我记得好像会因为你删除列 它会变形 这个可能注意一下 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今天主要就是把那个如何使用云端硬碟来更新你的这个Excel的资料 也就是说把那个云端硬碟当成自云端的资料库来使用 OK 试试看 这个方式当然不是只能这样 其实延伸性还蛮大的 我是建议如果你对于那个Google的云端硬碟使用 不是那么熟悉的同学 也可以以后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因为其实它里面真的还蛮多可以用的功能 那我为什么之所以会这样用 主要是因为我两边其实都用的还蛮 蛮熟的 应该算蛮常用到的 OK 那其他后面有刚刚有提到用表单 表单其实也可以加进来 也就是那个表单不一定是在Excel里面做表单 你如果要在网路上让人家输入的话 你可以做Google表单 Google表单的好处就是说它除了从网页可以输入之外 它从手机也可以输入 那个Google表单有点像 我们第一堂课给各位做问卷那个样子 也就是将来你要填什么 其实你可以做成类似这样的表单 然后将来资料是可以填到 它填到